我看得到的 各位同心 現在開始想看了 請坐 各位同心 現在開始想看了 請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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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东市的这次有几个台东市 台东市 这次怎么那么多 应该是那个什么 那个陆爷那个 李先生 不是啊 戴永胜啊 赖永胜啊 哦 不错啊 都很年轻了这一次 还是你对他 你跟他的女儿有关系吗 没关系 当然是真的 精神都来了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从台东 台湾的东部来 我刚刚也跟几个童心分享过 搭了五个小时 到这边 回去也要五个小时 台东市会更远更久 这么辛苦为了是什么 我想应该跟大家的目的是一样 跟大家的目的是一样 那我希望说有一天 台北到台东 来回五个小时就好了 好不好 就是去两个半小时 回来两个半小时 五个小时 就拉近整个城乡的差距 那今天 我是阿美族的人 东海岸 东海岸 其实要认识台湾的原住民 只要看山头就好了 从最北边的那个太平山 就是太平山下 宜然的地区 就泰雅族 到了比较中央山脉 泰鲁阁那边 就是德鲁古跟塞德克 下来到了玉山 就是布农族 玉山山周围都是布农族 再到下面就是阿里山 周族 再下来 北南山 就是北南族 北南山再下来就是大午山 就有两个原住民族 就是鲁凯族跟排湾族 那阿美族在哪里 就是海岸山脉 那蓝鱼就是导物族 所以台湾的原住民 都各属自己的山头 有自己的山头 但是呢 我们在那个一百多年以前 我们就好像是春秋藏国时候的诸侯国一样 你们不能侵犯我们的领土 我们也不能侵犯你的领土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 从各国利益中看到台湾的未来 我想这件事情 从新闻杂志 媒体网路都很清楚 我们都上网查都很清楚 可以知道 为什么讲各国的利益呢 其实最主要还是中国跟日本这个冲突 南边呢 就是越南 几个菲律宾跟中国的几个冲突 为的是什么 也就是台湾的上下 台湾的群岛 里面所印藏的很多的利益 所以未来的战争 都源自于这个能源的缺乏 然后呢 大家去追求能源 所以大家开始提升 世界各国的战力 所以呢 就衍生出 衍生出 这个利益中 衍生出了一些争议 台湾的未来 就凸显出来了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也包含了我们这个 刚刚那个老师讲的那个 我们的秘书长 林智森博士 刚好在那个时点 控告了美国政府 这个事情就搅在一起 最后 就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我们先看这个 未来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核心都来自于能源需求的取得 以掌握 什么样的能源 油权 鱼权 跟航权 地点在东海 这边 就是 间隔租岛就是钓鱼台 群岛 还有南海 的那个利益 再来就是 这个是2013年 很新的一个信息 去年的事情 这个是中国的防空识别区 这个红线这个部分 所以他们自己乱画了 我们想画到哪里就画到哪里 这边是那个琉球群岛 这边已经很靠近日本了 这个日本先画这样 日本是先把这个画出来 这是我们的 你们经过我们的空域的时候 你们要怎么样跟我们报告 那台湾没有画 这边没有画 再来 日本与中国的领土争议 钓鱼台的位置 钓鱼台在这个地方 离我们最近 其实赵立哲 这个应该是 马关条约里面 附属群岛的部分 这是马关条约里面 割让出来的这个群岛 一直延伸到哪里 朝鲜半岛跟辽东半岛 辽东半岛 整个下来 是这样割下来的 好 这个是 这个 中国 正式宣布 他们 怎么样 通过春晓油田附近 日本防控水 春晓油田在这个地方 台湾在这里 其实春晓油田跟中国离很远 离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沖繩 柳秋青都很近 所以 没有争议也很困难 没有争议也很困难 好 好 这个也是 他们中日双方 在东海主张经济海域 限油田位置 是一坨 这个就是 里面有好几个油田 这边的榕景 天外天 春晓 都在这个地方 都在我们的上头而已 我们的上头 那 再来 好 这个 建设中的 春晓油田 现在还没有进行开采 因为 土地有问题 美国出面 出面 那时候是 希拉蕊当国务卿的时候 直接就在那边宣布说 日本 钓鱼台 就是间隔租岛 是 日本有管辖权 有关到钓鱼台的领土问题 他们 没有立场 这个 这个在等什么 在等 这个周边国家 邻近国家 整个事情在瞧事情 那 最主要也是跟 这个台湾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些地方 会牵扯到台湾的土地 这个事情会 凸显出来 台湾的问题 所以就会凸显出来 好 那钓鱼台里面有这些小岛 这是这些群岛 好 好 台湾人怎么样看待钓鱼台 这是 2013年4月 那个马英九 很高兴说 哇我们倡议东海和平 然后在2013年4月 日本跟台湾达成一夜协定 那个日本人很尖巧 港翘 鱼给你们 给你们打 石油我们来采 这是日本人的做法 然后我们台湾人 就很高兴 哇 日本人可以让我们去那边补鱼 就开放我们 我们的渔民 可以到这个地方 这个钓鱼台附近都可以补 这个这个 这个线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补鱼的地方 这个是日本开放给 日本政府开放给我们 就是他们在达成协议的一个位置 好 这个我们 从那个网路那边 崛起 陈文茜的 《苹果日报》里面讲的 他说不要自欺欺人 谈 鱼权 1971年 这里有些 台湾与日本 对钓鱼台的掠倒的争执 但双方早有谅解的方式 台湾只要不上钓鱼本岛 捕鱼争一只眼 只逼一只眼 谁也不为难谁 不过时代改变了 中日两国内部的经济 霸权主义压力 都逼着钓鱼台主权 越来越接近摊牌的时刻了 好 中日两个大国 争的是油 只有台湾 为的是什么 一斤五块钱的鱼 这就是我们台湾 不知道为了什么 好 这边钓鱼台 常有大量的石油 这是专家的统计 钓鱼台的石油 以天然气 可供中国80年 日本可以用100年 价值在200兆到400兆日元 这是赖世保 国民党的中国人 在陈文倩的节目那边换算的 他说 平均给2300万的人口 一个人可以分到800到1600万 所以 钓鱼台 对中国跟日本 比台湾还重要 比台湾还重要 没有能源 没有经济 就没有未来 中日两个大国 目前都 为因为能源的关系 所苦 所以因此中国 还把美国的石油公司 把它买下来 天价 所以21世纪 世界强国的概念 已经不是军事 而是能源 只是我们台湾的官方 騙自己人 好 石油印藏量 1968年 这个是联合国的专家 估计的 超过1000亿桶 价值超过1兆美元 天然气 这是日本 1999年 日本的调查 有2000亿立方公尺 南海的也有200亿吨 也就是 其实这些 这么庞大的利益 这个 都是台湾的土地 结果台湾没有办法去主张 这个就有点奇怪 好 我们现在就来 讨论一下这个 各国军事设施的部署 他说 这是写者专家指出 一个强大国家 对该国经济利益 以海军的实力 同为一件事情 这意味着什么 海权的能力 代表着 该国的什么 经济实力 也就是说 我的海军 我的海军 到哪里 我的海军的能力 到了哪里 那边就有我的利益 那边就有我的利益 所以 像澳洲 最近频频在增加 他的飞机也好 船舰也好 为什么 他光是F35 他们就已经 已经服役了100架 F35 最先进第五代的战机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展现什么 其实都是为了利益 好 我们先谈中国的那个 武力 中国自古以来 他们很少出 就是越过 这个第一岛链 就是 到太平洋 非常的少 因为他们被 一直以来 他们就是 入全国家 他们都是以入军为主 一直到了这个 开放自由经济阶期之后 近年来快速的发展的海权能力 作为 经济利益的谈判河盾 在南海 2到3年内 就会有两艘 核动力的航空母舰群 航空母舰 就近南海布置 河潜艇 地下基地 海南岛建设 航母专用的军港 称霸南海企图 也就是说 那边除了河 河带洞的这个 航空母舰 目前在三亚市的 海南岛三亚市的 海南岛那个地方有 潜水艇 它是在地底下 也就是说 他们为了要防止 人家的这个 空中的那种拍摄 所以因此他们都躲在里面 不让美国的那个群爆姐看到 可是最后还是被被发现 好 这个就是被拍到的 这个是这个 这个潜艇 这个是河带洞的这个 潜艇 他们已经在那个南海舰队 成立了南海舰队的基地 这是美国海经的发现 中国在海南省三亚市 建造了亚洲最大的核潜艇基地 中国除了在北边 就是靠近钓鱼台那个部分有部署 结果在南海也在部署 它要上面的石油 它也要台湾下面的石油 台湾南边的石油 所以在那个地方部署了很多 最新型的核潜艇 目的是什么 要在那边称霸 而且里面 这些有八千公里巨浪二型 潜艇的洲际弹道 飛弹 弹道 導弹 那 这个三艘刚刚我们看到的 它的编号叫做094型 好我们再谈日本 日本二战之后 就一直处在不正常的主权独立国家 安倍晋三 我们的总理嘛 日本的总理 他的政治操作 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 任何日本的首相 都没有办法做到 这个就是日本昌龙号潜艇 之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秘书长就跟我们讲 这个从美方那边的机密 一些讯息说 你不要看日本 日本虽然说在二战的时候战败 但是它的工业实力 还是世界数一数二 还是世界上数一数二 因为德国已经被瓦解了嘛 其实后续日本 其实没有放弃它的整个工业的实力 尤其是它在创造一些军事设备的时候 从来没有停止 这个日本昌龙号的潜艇 秘书长那时候跟我们讲 日本为了要 规避国际间的一些法力 他们每年建造一艘核潜艇 然后呢 服役 一一年就给它淘汰 就退役 为什么 他要去制造更多的核潜艇 我给你们看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日本 第一个昌龙号 2005年 2006年动工 2007年动工 2008年 他们的重点是这边制造商 都是他们自己本土的 山林重工跟川崎造船 也就是两个大厂 每年就给你制造一艘了 2007年 2009年 下水2007年 服役2009年 你看每年都一艘對不對 9年 10年 2011 2012 2013 2015 他在干嘛 日本人在干什么 他在厚使他们的整个 经济的一个后盾 他们中日之间有必要 虽然中就是要好好谈 有必要 他们一直讲说中日必须 终续一战 那你 你的那个武力的展示 你一定要跟人家 你不能输给人家 所以他们 虽然 最近的那个报导跟媒体就讲 日本 有办法在短短的 很短的时间内 製造2000枚的核弹头 很吓人 全世界 全世界最多的了不起是美国 1000多 1000多颗核弹头 日本有办法在两三年内就创造出2000枚 这是在干嘛 这是在跟中国人讲说 你不要以为你有核弹 我们要创造很简单 所以他们在 其实 那个 我们的核市场 核发电 其实核发电 它 剩下来的一些元素 日本有那个能力 有那个技术 已经可以把它变成是 那个 核弹头的这个 这个材料 很重要的材料 好 我们再看美国 美国 自中东防恐战争之后 2005年 因为在美国 打这个中东战争 罚了太多的钱 网路那边是讲说将近五兆 我们自己可以上网查 五兆的美金 好 美国 在2005年转向亚太 建构一套全球最大的防御体系 其实这个防御体系 早在1945年 那时候杜勒斯 准备要干那个 美国国务卿的时候 都已经把第一岛链 划下来了 第二岛链划下来了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什么 共产的国家集团 共产集团就是苏联跟中国 一直到越南 这个集团 封锁起来 那 这个伊拉克的战争 一些中东的一些问题解决的时候 那个欧巴马 刚上任就 就是在选举的时候 就跟美国老百姓讲说 跟全世界宣告说 我们 要 从伊拉克撤军 六个月内要撤军 欧巴马就做到 撤军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他不想把他的整个实力分散 所以呢 集中把整个 他的海军跟空军集中在亚太 亚太 从来亚洲是为了什么 他现在要把地表最强的航母 移防到太平洋 就是我们带回庭 福特号 为什么要把地表 攻击直升机 只卖给台湾 就是只讲的 那个 Apache Apache第三批已经进来了 这几天的事情 停飞 还不能飞 为什么不能飞 美国不愿意把这些技术 让中国的将领知道 这些机密 里面还有一些机密 是不能被外泄的 所以不能飞 过去的敌人是今天的盟友 过去的盟友是今天的敌人 这是为什么 好 好 这个就是那个 亚太地区 美国在美军的基地的分布 好 光是在日本 他有一个 这边就有一个地区舰队 恒西赫海军基地 这个是空军基地 这边盐国基地 未来会变成美国最重要的一个什么 基地 因为他要拉近 跟这边的 这一带的 那未来 未来跟我们台湾 这些军事基地 可能会移防到台湾 这是秘书长跟我们讲的 因为我们 台湾如果要自治 就必须要跟美国什么 谈 驻军的事情 为什么 要依据什么 要依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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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 寻那个 琉球的模式 琉球 回归到日本 就是 就是 回归给日本的时候 美国跟日本的谈 有谈条件 也就是说 我要还给你们日本 有一个条件 就是我必须要在 这个 沖繩 这个基地 这个 琉球群岛这个地方 要有 永久的驻军 永久的驻军 那因为这个 琉球群岛 毕竟还是小岛 所以它的 很容易就造成当地 在这个土地上面会产生争执 很多事情就会发生 所以加首纳基地的 跟普天间的空军基地的飞机 可能就会往上面移 或者往下面移 往下面移 那 台湾未来要跟 美国谈自治的时候 我们就要跟他谈 我们的 你们 你们可以在我们台湾 设置什么 你们的美军基地 主要的目的还是这个 这个 这两个 这个两个强权 这个共产的一个 共产国家的这个强权 这是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 塞希尔哈尼海军上将 他说什么 美国太平洋舰队今后的重点 是什么 中国的海军 为什么 这是第一岛链 这是第一岛链 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 好 美国国防部长 表示美国将在2020前 将 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 居使将有百分之六十的美国战舰 部署在太平洋 不只是海军 空军也是一样 这个就是美军在沖繩的 加首纳空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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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 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空军基地 是美军针对西太平洋方向 最大的侦察基地 也号称为美国的亚太鹰岩 这边有他们的部署 目前的部署是这样 重点是在2010年5月部署 12架最新锐的隐身逆终的F2型战机 这个我是空军的 所以对这个比较有兴趣 这个是全世界最 应该是没有比它强大的飞机 F22它一次可以对准300个对象 也就是说我们台湾的飞机全部起来 他们只要有两架就可以把我们整个见面 对 瓦解了 全部见面了 F22到目前为止 美国就是不卖 它只卖小型的F35给世界各国给它的盟军 它不愿意出口 不愿意 连英国它也不卖 所以最主要它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减少什么 人员的编制 维修的成本 至少比现在F15少5亿美金 这个是他们的分析 它特别 其实IDF我们是因为那时候 美国一直辞职不愿意卖我们战机 原因是因为 中国跟美国的一个建交的关系 中国一直要求 美方说你要跟我们建交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能卖太高级的武器给台湾 在台湾关系法里面 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法律 是这样子要求 美国说好 可以啊 可以 没问题 但是这个IDF设计 它的进气道 是跟我们这个IDF是很 是一样的 好 它的逆终 这个 这个15分钟 也就是说 飞机一落地加油怎么样 挂弹 我们至少 我们 我们目前 我那时候当兵 我们飞行中至少也要45分钟 才可以再起飞 你加油什么什么 F20不用 它15分钟就可以 就起飞了 下来就可以起飞 这个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 好 这个是F22的那个特色 那个比较优越的地方 好 我们再看 一架22 战机需要多少钱 将近4亿美金 3.3亿美金 的成本 也就是说 哇 4亿美金 折合台币大概多少 13是 120亿嘛 将近120亿台币 好 这个是美国的援国基地 未来 这个援国基地 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 将会是美国最大的 整个空军 陆战队 海军都在这个地方 集结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援国基地 只有这个基地而已 就相当规模足以 击败什么 中等国家的空军 韩国算不算中等 算了 也就是说 他日本一个 一个援国基地的 战力就可以 打败 至少韩国应该算中上 中上的国家 他可以有办法去 去那个 世界各国能够 撑得上中上的国家 也没有多少个 他们也要进入这个 好 这是F18 是目前美国海军 这个针对潜艇 那个 那个 航空母舰的 部分 还有这个空中 就是 那个 直升射射机 好 现在 这一些都部署 未来都要部署到哪里 部署到援国基地 这个 这个直升飞机 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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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翼有没有 他不是现在 他的螺旋桨是在上面吗 他只要 他要 他要 那个什么速度要变更快的时候 他只要90秒 他就往前 这个 这个两个会往前 他的速度就 比一般的直升机还快 就像这样 他变成这样的时候 只要90秒 90秒 他的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飞机 做 做义书 做什么 都很好 很方便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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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未来援国基地的部署 未来美军最重要的地方 好 好 美军 还将 在 祝明年嘛 2015年 祝明年 将F-35战机派驻援国 取代现今的驻扎大防空 现在的目前 F-35B属于什么 第五代战机 也就是说我们F-16算是二代机嘛 算 了不起算三代好了 我们的飞机都真的是差他们太多了 美其江 增至127架 那 远东最大的美军基地 这个就是F-35 跟F-22很像 也就是说人家说F-35就是F-22的缩小版 美军 海军 未来 极其盟 跟美国有结盟的国家 全部都要用什么 F-35 他们全部都改F-35 要取代F-16 A-10攻击机跟F-18 现在美国的所有的狂奉武器的飞机 空军的飞机 全部要改换装成F-35 F-35 有这些国家 已经有100架 已经服役100架了 这个是共同研发的国家 有这么多 他们未来都是要用F-35 那F-35有分A B C A B C A是空军用 B是陆战队用 跟皇家海军用 美国海军用的是C 针对是航空母舰 好 这个 这个接下来就是 美国助派在 因为他将60%的军力 移到太平洋 这个亚太 这一些 就是目前美国的整个基地的 地点 都在这个地方 陆战队 陆海空都在这个附近 就这些 以前 你们看这边 以前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 在台湾 1979年 策 策 1979年是什么时候 1979年是 中美建交的时候 就撤掉了 好 这个是美国的全庭 也已经送到那个了 日本加首纳基地 军事基地 所以他们 美国的 几乎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战略 转移到亚太地区 这个是美国平凡强调的 未来将空军海军 60%的兵力 在2020以前 布置完成 2020 很近 2015 机会要换装 2015 航空母舰的福特号也要 也要服役了 那 美国 加强亚太军力部署是 以所谓 人道援助一类的名义 这个跟美国 以秘书长 控告美国政府 他的主要告美国是 他是用什么 是个诉求 台湾国际地位 以台湾人钱 保护诉求 再來就是美国 也承认 每日安保条约 覆盖台湾 每日安保条约 也就是说 美国和日本签的这个条约 是包含台湾 也就是美国承认台湾是 治本的那個 好 面對國防力量所見強大的大陸 美軍在台灣未來 可能進行軍事干預力不同心 也就是說美國也很擔心 如果美大陸強大了 結果整個軍力懸殊 以前是冷戰時期的時候 台灣跟中國的軍力 是美國要維持它的平衡 現在不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美國海軍這個是美國安 這個就是福特號 這個意義是2015年要服役 這個要到太平洋 這個福特號的特色 好 大家都在什麼 談國防 中華民國在台灣 在談裁軍了 預計2015年軍隊會減少到12萬人 解除國防軍裝行為智慧隊的性質 這個為什麼 就是美國被秘書長控告之後 他們就有動作了 就開始有動作了 叫你們不能隨便徵兵 他們就改募兵制 他們講說募兵制沒有辦法 招不到人 結果在今年的1月 這是國防部 國防部的最新的規劃 明年實施勇固案 兵力規劃從21萬5000人 調整為17萬到19萬人之間 但是馬英九說 17萬太多了 暗示怎麼樣 繼續財經的可能性 一估將金減到10萬人 什麼叫13萬人 這個為什麼要金減到13萬人 這是什麼 智慧隊的編制 因為總是會有人控告美國 說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如果說他有那麼強大的武力 那跟那個恐怖集團有什麼關係 所以中國那個馬英九擔心 中華民國擔心說被視為什麼 那個恐怖集團 所以他們為了維持他們自己的那個 所以他們要改成智慧隊 那智慧隊跟國防軍有什麼差別 國防軍是可以開戰 智慧隊只能防禦 不能主動開戰 你到了我的領土我就可以直接打你 可是人家到我們的領土 那個中華民國的管轄的地方 還不能直接打 為什麼 你只是 因為你不是國家 你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就不能 在國際間 國際聯合國就不准你這樣子 因為會被人家視為恐怖 恐怖組織 因為你不是國家 你又有武力 那就等同什麼 恐怖組織 這個是美國 今年一月的時候來台灣找馬英九 馬英九就說現在的人口大概在0.9% 這個比例太高了 未來能維持在0.6到0.7% 就足以維護台灣的安全 這個邏輯好像說不通 以前我們在跟中共做軍事競爭的時候 不是這樣 現在為什麼他要這樣講 他10萬人13萬人要去打中共有可能嗎 不太可能 你連可能可以打菲律賓吧 強大的國家可能就沒辦法打 所有的戰爭都是以利益為主要的原因 強大的國家 經濟實力 海權實力被視為同一個議題 也就是海權的能力代表該國的經濟實力 因此各國極力提升海軍跟空軍的聯合作戰能力 可以跟經濟大國進行經濟利益的協商談判 越南最近也在跟美國買飛機 而且美國賣給他們的飛機 都是比在賣給台灣的還好 他們可以買到的飛機 我們台灣買不到 好 我們來討論談談這個間隔諸島 就釣魚台群島的爭議 交戰果三方結束戰爭狀態處置 是由交戰果三方簽訂和平條約生效後 才算是終止撞爭狀態 國際間到目前為止 有關釣魚台的爭議有兩個 兩個條約 跟這個釣魚台群島 台灣群島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1895年的4月17號的馬關條約 日本稱為下關條約 第二個 這個就是我們講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條約是這樣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這個是比較正式的 不好意思 這個頭選太長了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特檢大清帝國 清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父 文華殿大學士 北洋通商大臣直立總督一等數一伯爵 李鴻章 哇 這個頭選太長了 日本的是 日本就好一點 這個全權辦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 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一等伯文 這個是他們的全權代表 夠正式了 我們針對第二款的部分 第二款的部分 第二款這裡 永遠讓於日本 第二個什麼 台灣全島集齊所有附屬各島嶼 什麼叫做附屬各島嶼 龜山島算不算 三仙台算不算 藍女綠島算了 那釣魚台算不算 算了 如果照理講 如果按照那個條約的邏輯來去判斷 因為它是從朝鮮半島在我們上面 它是整條線拉下來 不是說那邊空著中間的這些 不算 而且在那個時候1895年 中國也承認琉球軍島已經是日本的 他們也承認了 應該就這裡 有沒有 這邊是朝鮮對不對 整個一直下來 這個台灣的整個大陸棚架有沒有 這個是琉球的棚架 就在這邊 就這些群島一直到下面 西沙南沙 是這樣下來一直到這裡 就錯開李宋島 就這樣下來 就跟這個有區隔 其實像這琉球群島 在日濟時代的時候 日濟時代的時候 本來他們要把琉球 交給台灣來去管轄 後來是台灣的總督不願意 他說因為琉球 如果這邊的政府欠太多錢了 會影響我們台灣的經濟 所以他們不願意把琉球收編 好 再第二個就是 間隔出釣魚台群島的兩個條約 第二個條約就是 救濟上和平條約 第二章 第二條的什麼 2B 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之所有權利 很簡單 簡簡單單 跟馬關條約的那種 很簡單 很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而且這個裡面很多陷阱 越簡單就表示空間 想像空間越大 這個是放棄 權利主張 全部放棄 也確實放棄了 這個是接下來 我們再談談 這個中國與日本的矛盾主張 因為兩個國家都說 他們都有間隔出島的主權 都不願意接受 國際間的慣例 國際法是怎麼來的 國際法就是 國際慣例來的 因為像英國跟法國 為了一個海權的問題 會打起來 然後呢 這樣子 西邊打一個 歐洲打一個 歐洲打一個 那麼全世界都在打仗 所以一直到了 聯合國 就要求說 未來 要有 全世界要有一個規矩 也就是說 以後未來那個列強 比較強大的國家 不能隨便去佔領 或者是去併吞 一些小國 就成為一個世界的一個 一個什麼 規矩 規範 那個規範叫做 萬國公法 那個規範叫做 萬國公法 好 我們看看日本的主張 日本主張說 1884年日本福岡 實業家古賀陳市郎 向日本政府報告 有發現什麼 釣魚台 所以呢 他們就派什麼 雲丸 爭氣輪 去調查 所以到了19 1895年 1月14日 日本在 因為一直打贏 那個中國 清國 所以在內閣會議說 我們 釣魚台 我們 變成是我們 我們已經擁有了 琉球群那個 釣魚台的那個了 他是被 被劃在哪裡 沖繩縣的 什麼八重山郡的 一個部 一部分 但是呢 這個部分 並沒有在 日清馬丁條約中 被列入 為什麼 不參照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好 那中國人的主張說 明朝 你說你們 1884年 我們更早 我們明朝就到 就過去了 我們已經有文獻了 我們 有文獻了 就說已經有十字上的主權 為什麼 他說利用周邊海域為主 例如福建 台灣漁民的漁場 因為他們 自己主張台灣是他們的 明朝就被劃入水晶的房區 這個就可以變成 他們的 領土的主張 然後他又說 依照開羅宣言 不施黨公告 開羅宣言 也不是 那個 中國共產黨 去談的 他們都沒有在談 他們 二戰的條約也好 一些也好 幾乎都沒有那個 那他說 為什麼 是因為我們是中華民國的繼承者 中國的繼承者 所以中華民國的那個原本的財務 都 繼承給我們 那我們就想 為什麼不參照 究極戰和平條約 這個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我們講 開羅宣言跟波子黨公告 說 其實 這個 波子黨公告 他是在1945年 他們是一個會議 開羅宣言也是 也是一個 1943年 還在打仗 那時候還沒有結束 戰爭還沒有結束 戰史的一個叫什麼 血液 那時候 那個蔣介石 邱吉爾跟羅斯福 他們就派他們的 談判 談判人員 那時候 開羅會議的時候 蔣介石帶了一個四重官 那個英國人 美國人就問他們說 這個人是誰 蔣介石就說 這是我的外交部長 你們跟他談就好了 就臨時就 給他一個官銜說 他就是我的外交部長 就進去討論了 可見那個時候非常的凌亂 在中國那時候非常的混亂 所以 那個時候他們討論 那時候蔣介石他們主張的是 要廢除馬關條約 這個馬關條約 只能是你們自己說廢除就廢除 那也就是 那時候 中華民國自動跟全世界宣告說 廢除馬關條約 在世界上條約不是這樣子隨便亂廢除 我單方面片面說 我要廢除就廢除 那大家簽條約幹什麼 就好像我跟你簽那個 土地買賣契約 然後 有一天我對你不高興 我宣布 我要廢除我們之間的契約 可以這樣子嗎 這行不通的 那時候 布斯坦公告的時候 他們主要 這個公告主要的目的是要限制 日本的土地 領土 只能在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 這個四個地方 這個地方 他就把 遊求群島割掉 還有這邊的獨島也割掉 然後這邊 給他切割切割 把日本大卸八塊 你們只能在那個地方 超過太危險了 超過太危險 因為日本 他要變成金式強國太容易了 就這些 這個 這個 是依照什麼 盟金佔領日本史 盟金最高司令部 訓令 第677號 定義日本的版圖為北海道 本州 四國 九州 就這邊 北海道一直到這裡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琉球也好 北方四島也好 獨島也好 台灣也好 不能 不能回到日本的懷抱 要不然太危險了 因為這些 世界 蒙古也擔心說 日本又 又重新強大起來 哇那個要打起來 就很困難 好 尖閣諸島的真相 交戰國雙方 終止戰爭狀態 他要簽訂條約 因為 條約也有國際規範 約不能亂簽 也就是說 屬於 我這個 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是牽扯到我們領土的完整 不能把 隨便把土地割給他 給他們 是割 因為我們戰爭的關係 他要怎麼樣 只要限制列強國家 也先不會擴充自己的領土 依照舊金山和平條約 過下的美國立場 1971年以來 美國一直堅持 尖閣諸島 是日本具有管轄權 至於領土的不持立場 從1971年 一直到希拉蕊當國務卿的時候 他也重申這個 所以美國的政治是一貫的 他不會隨便 變來變去 引起尖閣諸島 最大的爭議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到目前為止 日本從來 從來沒有承認 馬關條約 的第二條 第二項 台灣附屬群島 是包括地理上的 福爾摩沙島 相連已掉一台獵島的事實 因為這個是台灣的 大陸鋒價 所以他們在畫的時候 是這樣畫的 也就是說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日本從未公開 1945年4月1日 日本御人天皇造書 憲法施行台灣 及其附屬島嶼 這包含南沙西沙群島 已經納入了日本國土 這個 我們這樣講可能不知道 如果說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他會講說我們的領土到哪裡 也就是說 台灣已經被列入到日本的憲法裡面 法典裡面 這是我們的國土 他依據國憲法 來氣把整個 整個台灣 從殖民地的部分 變成什麼 那個 國土 好 剛剛那個 這就是肇書 這個比較清楚 這邊都有那些大臣 名稱 這裡我講這個 朝鮮是台灣 有沒有 朝鮮是台灣 然後這是育人的育席 這是哪裡 昭和二十年四月一日 生肖 我跟你的和約從生肖日開始 就好像秘書長常舉的一個例子 兩個夫妻要結婚 結婚證書 結婚證書蓋帳 以至要被公被護證機關 成了 從那一天 那個十點就開始算 如果你想說 我們結婚第一天 我結婚證書蓋了 第二天我反悔了 那是不是要辦離婚手續 要不然你的婚姻是 一直是持續存在對不對 一樣 這個道理是一樣 這個已經有證書 這個證明了 證明了也就是說 台灣被納入的一個 雖然因為他的爭議在哪裡說 1945年4月1號還在打仗 準備要投降的時候而已 因為8月15號 日本天皇帝國投降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第一天只要蓋章就算了 我說納入了就算了 這個就符合國際間的一些慣例 日本台灣已正式納入日本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個很關鍵喔 如果納入為什麼 現在為什麼大家都還很迷糊的原因 是因為 這個你說納入 納入這個有什麼特別嗎 這個特別之處很重要 因為這個關係到什麼 台灣的地位 這個證責到台灣的地位 日本依照國際法規定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點 這邊 邊入囉 邊入日本合法的國土 成為日本不可分割 什麼叫做神聖不可分割 這個就是世界的那個什麼 萬國公法裡面 你要割讓賠款喔 但什麼不是說任何土地都可以割讓出去 如果說殖民地性質你可以割 但是如果是國土性質就不能割 就好像什麼我講一個例子 就好像那個 那個 遼東半島一樣 當初馬關條約的時候 其實是割了三個地方 遼東半島 朝鮮半島 跟台灣群島 遼東半島割完之後 最近都割好了 結果有世界的國家就抗議說 你們日本啊 你們怎麼可以把清國的 不可分割的領土 割給你們呢 這個不能算 無效啦 日本為了這件事情 又簽 跟清國又簽訂了一個條約 就是返還遼東半島的合約 為什麼 因為它割 遼東半島是什麼 清國的發源地 是屬於他們的宗主地 所以它必須怎麼樣 因為你割到 你不能 地不能亂割啊 你割到人家的 不可分割的領土 還給人家 那時候有三個國家抗議 日本就 又把它割回去 又把它割回去 所以 這個 中華民國一直主張說 台灣是 他們已經光復了 如果說 按照這個 4月1號 這個部分 這個已經生效了 它已經成為日本 不可分割的領土了 即便 因為戰爭的緣故 即便戰爭的緣故 日本願意把台灣割出去 我願意啊 割出去啊 但是問題來了 這樣抵觸了萬國公務法 所以一直到了 1952年4月28號的時候 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 葉公超 他就回到立法院報告 立法委員就問他 我們的外交部長啊 台灣的領土 那個主權已經 歸於我們中華民國了嗎 葉公超就說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們所幸還是 有效的管理了 控制了台灣的群島 但是呢 至於領土的部分 因為這個世界各國 變化太大了 所以到目前為止 台灣的領土不能 變入為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 那 就算是日本人 日本 日本天皇 願意把台灣割讓給中華民國 但是呢 中華民國也不能要 為什麼 因為抵觸了萬國公法 這就是葉公超 外交部長講到 就算日本也要 我輸了嘛 我無條件投降 什麼叫做條件 那個無條件投降 你戰敗國 條約沒有是那個 那個平等條約 一定是不平等條約 我要你割你就割 結果呢 日本人想也願意割 可是沒有辦法割出去 他就會造成一個狀況 他就被懸在那個地方 就好像秘書長講的 古巴的案例一樣 古巴就是 因為沒有收縮的國家 因為不能收嘛 你 但是呢 盟國盟軍又希望 日本不能再擁有台灣 因為日本 對日本國來講 台灣戰略地位是 勝過任何島嶼 也就是 如果說日本是老虎 台灣就是他的翅膀 如虎 如虎 所以 日本也都願意把它割讓出來 可是 沒有辦法 他就只好 又要配合盟軍的那種要求 你不能把台灣還給你們 所以 只好把它懸在那邊 所以 台灣到現在目前為止 是 在什麼樣的狀態 就懸空割讓的狀態 也就是說 人家願意放棄 但是 沒有一個收縮的國家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收縮 連美國也不能要回去 美國也不能主張說 因為我是征服國 我是戰勝國 所以我要把台灣的領土 變為我的 並為我的領土 美國也不能這樣主張 是因為抵觸了萬國功法 所以條約裡面 任何抵觸萬國功法的全部都要 稍微重新要做修改 這是南海的部分 好 我們來談談台灣的歷史 地位 從歷史情感傳說的台灣 這麼快就要下課了 荷蘭跟西班牙統治的時期 我們東岸 就是我們花東 好 我給你看一個照片 這個是紅毛橋 這個是在三仙台 三仙台附近 我們家旁邊 這個紅毛橋是日本人來以前 取的名字喔 日本來台 就是日本 日本在這個地方 有跟當地的阿美族打仗 打了 日本人打了好辛苦 在那個時候 紅毛人 那邊的骨骸 在那個 那邊有一個叫 有一座港叫 城廣澳港 我們叫佛拉拉在 我們阿美族叫佛拉拉在 它現在那骨骸放在哪裡 港旁邊有一個小角落的 那個廟旁邊 就把它安康公在那個地方 是由我們那邊的天后公的 他們在負責 然後 我要講一個重點就是 奇怪 在那個地方 不管你是做蓋 因為它本來是天然港變成人工港 在蓋那個港的時候 挖了太多的骨頭 反正是有進入到的人 大概都死在沙灘上面 有一次 那個地方有一個景點叫做 城廣澳文化地景 你們上網查可以看得到 或者是到東海岸的時候可以去看 有一個城廣澳文化地景 它那是以前廣恆發的柱子 它後面也是沙灘都是沙灘 他們在做這個地景 這個公園在建設的時候 開始請怪手整地 在挖的時候就挖了好幾個 不知道多少人的骨頭 就有一天 我們的鄰居就跑到我們家 很緊張跑到我們家 他說 先生先生 你的小孩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因為那個工程人員很疏忽 他就把那個骨頭就放在旁邊 也都沒有好好的鞍 就把它丟在旁邊給他擠 就堆在那個地方 結果小孩子看 不懂事嘛小孩子 就看那邊有保齡球耶 剛好三個洞就插上去 就當保齡球在那邊玩 後來我就問我兒子 兒子啊 你是不是有拿人家的頭骨去當保齡球 不是我 誰敢承認啊那個 那個時候小孩子沒有人敢承認 不是我不是我是他 結果被指的那個人說是他 指來指去都是 那通通的你們都有在玩嗎 他們就把那個腿骨當那個球品 頭骨當做那個什麼 保齡球 那這個我要講的就是說 拒絕外來政權的統治的阿美主人 其實說實在阿美主人 這些我們所謂的原住民 原來的主人 其實接受文明也不過一百年 不過是一百年 當時就是這樣 你只要是不是我們的人 就會被殺 這好像什麼 那個牡丹事件一樣 怎麼無緣無故到我們的河流 就把人家殺了 好再來就是 明朝 康熙年間 為了要統治 因為 那時候的正式王朝 那個啦 流亡的啦 因為他們的 他的國家已經沒有了 他就流亡了 就跟蔣介石一樣 被人家打敗就 逃到台灣來 那時候 阿美族人 跟大港 發生了 跟什麼 清國的戰爭 在1878年 這個1878年之前有一個牡丹事件 看這個牡丹事件 這個牡丹事件 當時的琉球 人民 跟清國 陳陳 他說 我們還是承認你是我們的那個 就朝貢 到中國去朝貢 結果回來的時候 一到颱風 就把那些六十幾個人 吹到那個屏東的那個什麼 有一條溪叫做 忘記找什麼溪了 結果那個人 那些 那些琉球人 就上來 在那個時候 日本已經 跟全世界宣告說 我要我們 把琉球兼併 把它併入 變成日本的領土了 結果 就侵入到什麼 排灣族的那個 傳統領域 排灣族就說 好來來來 就殺了54個人 剩下的跑掉 然後就 山下的屏東那邊的 南部的漢人 就上來 不要再殺了 不要再殺了 再殺 出打那個大事情 結果 日本人就 就那些逃回去的 這些日本人 那個有求人 就跟他們 日本講說 我們的人在那邊被殺了 被那個 那個 他們說是清國 清國的人殺了 結果那日本人 那時候很強大 就跟清國講說 你們殺了我們的人 後來那個 朝廷就 就直接 找那個 當地的行政長官 那行政長官就講說 你不能找我們喔 那個地方是 化外 化外區 化外之地 不是我們管轄的地方 那個時候他們承認 那個地方 清國是沒有 沒有統治東岸 就是我們講的 那個 三分之二的土地 都還是在 藩人的手上 就是當時的原住民的手上 只要侵入到 他就被殺 其實原住民跟原住民 尤其是 花蓮的 德魯古 跟吉安的那個什麼 七角川的那些阿美族人 常常有衝突 也就是因為領土 領地的問題 或者是 我們講的傳統領域 我的烈區 你侵入到我的烈區 你就要人頭落地 甚至於那個 我們最新的那個原住民 叫做薩吉拉雅 那個叫做什麼 奇美的那個薩吉拉雅 那個原住民族 他被太魯閣屠殺 剩下一百多個 後來 躲到阿美族的社群裡面 阿美族的頭目就說 你不能再殺囉 再殺他就會被滅族了 格馬蘭族也是一樣 躲到阿美族的羽翼之下 讓德烈區不願意再怎麼樣 再殺下了 要不然 又有一些原住民族 會被滅絕 所以 這個薩吉拉雅這個民族 後來就躲到那個 那個什麼 奇美部落就是躲在 那個秀古蘭西中間 為了要逃避 太魯閣族的那個屠殺 所以屠殺的剩下一百多個 所以他們又就一直延續 講的是阿美族的話 所以他們 最後只剩下什麼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語言 全部都用阿美族的 跟格馬蘭 格馬蘭幾乎也是 幾乎快沒有語言 也是 他也是被屠殺的一個民族 因為 那個時候 這個歷史沒有辦法 沒有文獻 那時候的原住民沒有文字 被殺了你只能聽說 以前老人家 給你口述的歷史 好 再來就是 那個牡丹事件是1874年 之後發生就 日本人就派 派怎麼樣 派那個派兵到這個地方 派了將近三千個日本兵 怎麼樣呢 要追討這個 要去跟那個什麼 排灣族作戰 結果 戰還沒有打 就 死了好幾千個人 為什麼 我們還以為說 那個排灣族好厲害喔 幾百個人打 打了好幾千個 事實上不是阿 但是 被文子咬死的 所以不服齁 那個時候整個 他們就 就只好廁所 最後的結局是說 要不然你們就賠款 日本跟親國 所要求要賠款 所以 最後才結束了這個爭議 那時候 沈寶貞就 跟朝廷講說 要不然這樣 我們乾脆到 禮番好了 所以才有1878年的這個 這個 有沒有 1878年 發生在東海岸 抵抗清兵的戰爭 那時候 臺灣東岸 還沒有什麼 外來政見統治 那 事實證明 大清帝國沒有能力統治東岸 只是局部駐紮經營 告訴你們 那時候 修古蘭西 出河口叫大港口 唯一 可以讓物資運到 不是個 就是 玉璃 或者是瑞穗 那邊的那些經營 最好的方法就是走河運 你可以省很多人力 用船 去過 透過河流去運過去物資 結果那邊的 阿美族人 不願意讓他們進來 你到我們的土地裡 你想進來就進來 想走就走 不行 所以發生了三次戰役 這個歷史 沒有任何文獻 發生了三種戰役 死了好多的清兵 因為清兵不懂的那邊的土地 而且原住民又熟悉游擊戰 所以 第一批來了就死光 第二批來了就死光 第三批來死光 這樣再打下去不是辦法 所以就叫那個吳光亮 這個將軍 就說要不然我們來搞炸響 然後他就跟說 我們的皇帝說 你們 我們從這邊經過 我會給你們繳稅 要給你們繳稅 那同盟講說殺來殺去也不是辦法 好啦 那我們接受這樣 結果那個清國的將軍就說 要不然皇帝要替我們設宴 誰知道那是鴻門宴 就在現在的晉浦國小那個區域 清國已經在那邊埋伏了 洞都挖好了 就請當時的阿美族的勇士喝酒 頭目都喝得很高興 喝了大概兩三個小時之後 大家都醉了 醉得很舒服 結果那時候就射殺 就集體屠殺 所以大港口世界是這樣來的 所以那時候大港口原本的居民 那些市主有四十幾個市主 就逃竄 有的跑往城宮去 有的往東河 有的是往北邊去 往豐濱 往西邊去 往太巴朗那邊去了 好 再來就是傑安鄉 那個日本人在馬關條約之後 他取得了台灣的領土主權 他以為台灣是整個台灣 沒有發現之後 還有很多地方沒有被怎樣 被收服 還沒有完全 完全就沒有被親國統治了 所以第一場戰爭在1908年 1908年 七角川事件 跟日本的戰爭 各了三年 在我們成功症 又發生了馬桃道事件 因為那時候的老人家就說 不行日本人來這邊都欺負我們 我們集結武力 然後我們把他趕走 我們講的很天真 我們把他趕走好了 最後這個怎麼解決 你知道嗎 如果你們有去過台東市 有一個道路叫馬哼哼大道 馬哼哼是阿美族的大頭目 當初日本人就跟那個馬哼頭目講說 你們的那個阿美族人 你們族人 叫他們不要趕我們走好不好 一直殺我們的人 這樣 那個馬哼哼頭目就說 你們自己搞出來的 你們自己去解決 他不願意去調停 結果最後 最後 那個馬哼哼頭目 他們跟幾個泰魯閣的這些頭目 被邀請到日本 怎麼樣 怎麼樣 去那個旅遊 怎麼樣 去閱兵 那些日本人就帶那些頭目講說 你看你看 我們的船艦 我們的飛機 我們的那個太強大了 你們不要跟我們打 你們跟我們打 你們會被滅足 這樣後來馬哼哼頭目才回去 跟那些頭目講說 不要打了 你們打不過他們 他們太強大了 最後才接受日本的 日本的那個什麼 條件說 好了好了 我們接受你們的條件 我們願意被稱服於你們這樣子 然後最後的物色事件 這個我們都知道了 大日本帝國完成對台灣的統一 一直到了1930年才統一 1937年 黃明化 經過八年之後 就讓台 那時候開始學習語言 日本 黃明化之後就要開始寫日本話 之後呢 就可以 統一 當我們的語言相同的時候 就讓我們 怎麼樣 參議到日本那個 醫師那邊 那個 喔 剛好結束 好 謝謝 各位同心 學校學校 在外面可以用餐嗎 然後不好意思 各位同心 那個中午12點40分的時候 麻煩請到前面再集合拍照一次 因為照片處理上面有一點問題 我們在周邊 為我們說不定 從便宜 再集合拍照 離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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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歸